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今天早上我们的崇拜 我们今天早上 我要带给一个 很特殊的信息 那么在耶和福利营里面 耶稣讲了很多次 祂是什么 祂是什么 大概我读给大家听 就是在耶和福利营第六章有讲到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那么第八章 祂说我是世界的光 在第十章祂说我就是门 在十一章祂说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那么在十四章祂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第四五章祂说 我是葡萄树 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看 在第十章里面所讲到的 就是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在耶稣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 他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在第十四节他又说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这个是很特殊的情况 耶稣做了一些很特别的宣言 耶稣的宣言 那么耶稣就告诉我们说 今天早上祂告诉我们说 祂是好的牧羊人 几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听的时候 耶稣的一个宣言 我们要有很正确的一个回应 那么当耶稣说 祂是好牧人的时候 祂给我们一个 祂的应许 其实上帝的应许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当中 我再讲一次 你和我的信心 是建立在神的话 神的应许当中 乃就是说 没有应许 就可能没有信心的开始 那么耶稣说 祂是好牧人的时候 我们如何反应呢 祂告诉我们 祂是好牧人 祂给我们一个应许 我们如何反应呢 如何回应呢 我们有正确的回应 我们就能够很正确的 建立我们的信心 我们都知道 圣经说 信心是从听道而来 信心是从什么呢 听见神的道 乃是听见神的应许而来 如果今天我们听到 神的应许的时候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很可能呢 我们就会有不同的信心 在我们的心里面 慢慢地长出来 那么信心是从听道而来 道是因为上帝的应许 那么我们如何回应 耶稣的宣言 祂说 祂是好牧者 那么我相信 我们第一要回应的就是 我们要学习 领受 接受 要跟 耶稣的宣言 要同意祂的宣言 如果我们同意祂的宣言 那就是说 我们跟神说 耶稣啊 祂真的是好牧人 我相信祂是好牧人 我接受神 祂的宣言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那就是 信心的开始 那么很常 很多人读圣经 读了很久 都没有信心 为什么呢 不是他们不明白 常常我们以为 读经是要明白 其实读经 是要学习领受 只要我们没有去领受 上帝的允许 永远都不会成为 我们的信心的根基 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早上 第一个回应呢 耶稣的宣言是 耶稣说 祂是好牧人 所以你和我今天早上 我们要向神说 耶稣谢谢你 你是我的好牧者 你是我的好牧人 第二个回应也是很重要的 你发现到 当耶稣说 祂是好牧人的时候 祂已经尾身 祂要在祂尾身 祂的应许 祂要承诺祂的应许 当我们领受神的宣言的时候 就是信心的开始 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 如果没有第二个反应 我们的信心是不会结出果子的 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 祂是尾身于祂的承诺 我们相信的神 创造天地的神 祂是说的每一句话 祂都会成就 弟兄姐妹 你相信吗 很常的我们听到神 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 我们不敢相信 祂会成就 因为我们活在世上 意见太多的人 给我们一些的应许 但是就是没有成就 没有成全他 所以我们心里面 就慢慢的 慢慢的 产生了疑惑 到神给我们一个应许 一个宣言 我们都很难相信 因为我们的过去 所看见的 都是不能够成就 应许的一些状况 所以今天早上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我们要领受 耶稣的这个宣言 而且我们更要相信 耶稣所说的 祂将会成就 哈利路亚 来我们来看 刚才那两处的经文 耶稣说 祂是好牧人 在耶和福音 第十章十一节 祂说 祂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养舍命 你有没有看见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那么在 耶和福音 第十章里面 有讲到 有两种牧人 一种是好牧人 耶稣就是好牧人 另外一种呢 可算是 不是很好的牧人 为什么呢 他们这一类呢 我们叫他们 他们用钱 请他们来做牧养人的 什么不同呢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养舍命 圣经说 当养遇到问题的时候 牧养人有两种反应 好牧人 好牧养人呢 好牧人呢 就会保护养情 甚至呢 舍命来保护养情 这个是好牧人 另外一群呢 就是故宫 就是轮着请来 做牧养人的 而看见危险的时候 他比羊跑得更快 离开了 跑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是好牧人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我要为羊而舍命 那么我再给大家 读一处的经文 在罗马书第五章 第七到第八节 圣经这么说 为义人死 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这两处的经文说什么呢 他说一个人 能不能够为一个义人而舍命呢 能够 不过很少 很少人会这样子做 能不能为人人死呢 有些人敢去做 我们是有看过的 比如说做父母亲的 为孩子舍命 是有的 朋友是有的 但是圣经说很少 那么接下来圣经这么说 唯有基督 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只有耶稣 当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 就向为我们而死 祂的爱 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他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错事情的时候 在犯罪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听到一个声音 上帝的声音 什么声音呢 上帝说 我爱你 我还爱着你 我们在做错事情的时候 耶稣说 我还爱着你 你想想看 我们人 很少会这样子做的 当父亲看孩子 做错事情的时候 会不会说 儿子我爱你 不会的 生气了 拿灯条了 打他了 对不对 就判了他了 所以 但是这个经文很特别 他说 耶稣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祂就为我们死 祂的爱 就在此显明了 好牧人 喂羊舍命 的最大推动力 是因为牧羊人 爱 羊情 那么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耶稣 怎么样 爱 他的羊情呢 所以我这边写了一句话 就是 神对我们完全的接纳 神对你和对我的接纳 是一个完全完整的 那么人的爱是 往往是有条件的 我们都不可以否认 爱 我们人 以人之间的爱 甚至做父亲 对孩子的爱 有时候是有条件的 怎么讲呢 你就会跟孩子说 如果你乖乖的话 我就会奖赏你了 你不乖的话 我就不奖赏你了 所以我们在 在反复地告诉孩子 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对人的爱 是有条件的 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这个很特别的字 在圆文 它叫做 都听过了 对不对 到底是这个 是什么字呢 什么意思呢 它说是包含 接纳 无条件的爱 牧羊人怎么样 为羊舍命呢 他为什么能够 为羊舍命呢 因为他完全地 接纳我们 感谢神 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 听着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的时候 我们也要领受到一点 我们也能够像耶稣一样 成为好牧人 接纳别人 爱别人 不计较别人的过 不计较别人的错 所以耶稣 已经设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是好牧者 他是好牧人 为羊群舍命 所以他完全 他能够完全地接纳 你也完全地接纳我 感谢神 其实接纳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我们人 很需要别人的接纳 小孩子 婴孩一出世的时候 他们已经发现到 婴孩一出世的时候 母亲或者父亲 尤其是母亲 一定要去抱他 触摸他 跟他讲 I love you 我爱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小孩子 刚出世的时候 他很需要接纳的 所以我们人长大了 也是这样 我们到了一个教会里面 参加一个社群的时候 我们要找一些朋友 如果没有人接纳你的话 你很快就会离开那个教会 很快就会离开那个群体 很快就会离开那个小组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心里面 每一个人心里面 都需要别人 接纳我们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我为我的羊儿舍命 所以至少我们可以做的 可能我没有叫你们 去为别人舍命 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 你可能要去做 但是至少呢 我们要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我们要学习无条件的 慢慢学习这个无条件的 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 甚至是外邦人 甚至是不信耶稣的人 在耶和福音第十章 那么耶稣说 这些羊群跟着我的 我会为他们舍命 耶稣也说 那些不在这个羊群的 我都要把他们带进这个羊群来 你看到耶稣的爱吗 所以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所以你知道 好牧人 是接纳 包含 宽容 羊群的 那么耶稣在第十四节 在耶和福音第十章 十四节 他又再重复多一次 他说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那么什么特征呢 他说 我认识他们 在耶和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 圣经这么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所以耶稣 再一次强调 再一次强调 他是好牧人 他的特征在哪里呢 他的特征在认识他的羊群 弟兄姐妹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要认识一个人 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肯定要放时间 去接触这个人 去听他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 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讲 但是刚好相反的 我们很常就是 快快的讲 慢慢的听 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了 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要听 要认识他 要放时间去认识他 去听 所以神呢 耶稣就是这样 神就是这样 他有耐心的听我们讲的 所以常常我们 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 不是要上帝给我们很多的东西 我们乃是要告诉他 我们心里的一些事情 让他能够知道我们的心 而你发现到 神他很认识我们的 就比如说亚当夏娃 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 你记得他们做了什么事吗 犯罪之后呢 他们躲了起来 但是神进来的时候呢 找他的时候呢 你发现到神呢 很特别 他已经知道亚当夏娃已经犯了罪 但是他没有提 他只是问他 亚当你在哪里啊 你发现到神 很常是很关心我们的内心 所经历的事情 不单单是我们做的事 他很关心我们内心的一切的经历的事情 所以耶稣说 我的羊 我认识我的羊 他放时间去听我们 去了解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 耶稣是我的好牧羊人 他认识我 圣经也说 他听我的声音 我也要听他的声音 所以我在生命里面学习了一个功课 就是交朋友的功课 常常我们要交朋友的时候 怎么样交朋友呢 别人会成为你的好朋友 因为你常常听他的 听他讲的东西 我们有一个习惯 我们坐下来聊天的时候 都是讲我的经历 我的经历 我的经历 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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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个不听的 但是我真正要交朋友 要有好朋友 要认识别人的话 我们是要听的 所以我们要交朋友的话的时候呢 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 一个方法就是 问问题 你今天做了什么 你的感受是如何 不要一直发表我们自己 为什么 当你在发表的时候 他认识你 你不认识他 所以神圣经 这个牧羊人呢 他是认识他的羊的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说 我的羊 我认识他的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因为神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 就要效法耶稣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 在你们当中 很多是做老师的 做老师老师 但是做爸爸的就很少 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学的这个功课呢 很多人很喜欢教别人 但是你发现 做领袖的话 做领袖不是做老师 做领袖不是做导师 做领袖是要做父亲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为 如果我教他怎么样做东西 他就会跟着我来做 其实不是的 像耶稣一样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给我的羊机会发挥 我知道他们的权能 所以我能够让他们发挥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的领袖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这个智慧 发觉 发觉出来 不是发现发觉 发觉出来 那个人的权能 而站在一旁 用手扶他 给他发挥 乃不是教他怎么样做 教他怎么样做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领袖 做领袖的 所以你发现到 耶稣说 我认识我的羊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要的 不是导师 乃是做父亲的 所以神在这段期间里面 也教我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都大了 我已经不能够 教他们做东西了 我只能够站在一旁 鼓励他们 鼓励他们 看他们的权能 就跟他们说 好啊 这个做得对 从来 对了 鼓励他们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权能 所以耶稣说 我认识我的羊 他不单单能够教导他们 他更能领领他们 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里面 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带人信耶稣之后 我们要使他们成长的 那个过程 不是教导的过程 那是以榜样 包含 扩他 让他的权能 出来的一个过程 所以耶稣说 我是好母人 因为他是父亲的心态 不单单是导师的心态 哈利路亚 那这个耶稣讲了两个特征 那么接下来 耶稣说了几句很特别的话 就在十七节 以十八节说 第十章 耶稣福音第十章 十七和十八节 他说 我的父爱我 因为我将命舍去 好在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我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耶稣说了一系列的话语 很特别 他说 没有人能夺去我的命 乃是因为我自己放下的 因为我自己舍的 我就可以自己再取回来 哇 降伏的力量 什么是降伏的力量 所以我们看 世界上很多战争 有人打败了就投降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发现到 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当一个人降伏 投降的时候 是力量的开始 很特别 对不对 我们跟神的 这个生活 这个生命 有一天我愿意降伏在神的面前 投降 上帝 我投降了 那是你力量的开端 就是力量的开始 所以耶稣说 我能够把我的命舍了 我就能够拿起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我们今天教会 我们做服事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呢 很常的我们在做服事里面 我们是奉命而行 奉命令而行 因为某某人叫我做这件事情 所以没有办法了 我去做了 这个只不过是奉命而行 但是我们一定要 我们的生命里面 一定要到另外一个地步 什么地步呢 就是不单单是奉命而行 乃是自愿 站出来 舍命 而行 当我们能够降伏的时候 把我们的生命 献上的时候 我们才有真正的能力 所以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群 我为他们舍命 为什么 因为我自愿的 我自愿的 虽然是爸爸有教我做的 虽然天父有教我做 但是我心里面 是我自愿的 所以教会里面的服事 你们在做的 很多人在教会都 侍奉上帝 当你很自愿的 侍奉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的侍奉的生命 是一个充满力量的 不在于因为我是领袖 我一定要做这些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一定要做这些 不是不是 那是因为我爱上帝 我愿意舍己 来侍奉他 那个才是有力量的 服事的生命 所以耶稣说 我能够把我的命舍了 我也能够拿回来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见了吗 我给大家看一处的经文 在罗马书 第十二章 他讲的一件 很重要 我们都背起来了 很多弟兄姐妹 都背了起来了 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 献上当作活鸡 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在英文本 他就讲到一个画面 很特别的 他就讲到 我用到这个词叫做活鸡这个字 活鸡你知道什么叫活鸡吗 我小时候常常帮我的母亲做鸡 什么鸡呢 就是那个鸡呢 杀了 煮熟了 放在那个所谓的坛 寄给那个地主公 那个鸡是不走的 会走吗 不会走的 那个是活鸡还是死鸡 我告诉你是死鸡 但是圣经讲的是活鸡 为什么要活鸡呢 想想看 把一只深圣的鸡 放在一个碟子里面 放在那边 你想那个鸡会站在那边吗 马上就跑掉了 对不对 所以偏偏神要你和我的生命 是怎么样的生命 是活鸡 圣经说 好像活鸡一样 当作活鸡 是圣洁的 为什么呢 所以耶稣讲 他是好牧人 因为他自己 献上自己 他是当作是活鸡 你当作你自己 如果你是活鸡的话 你就有这个权利 什么时候你要再一次的 把你的命 可以拿回来 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 死了 复活 其中一个最大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 他不是被人 毙 而去被钉十字架 他自己选择 愿意顺负 阿爸父的命令 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 所以 他能够从死里复活 感谢圣 真正的力量 在哪里呢 就是当他舍命那一刻 他的力量 他的能力 就开始了 所以教会 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要效法耶稣 学习舍命 舍己 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才是能力 力量的彰显 常常我们说 我们要有恩高 有能力 怎么来呢 舍命 自愿地 把你的生命 交给神 不需要别人去避你 也不要环境来避你 我们很愿意地 来侍奉上帝 当作活祭 哈利路亚 当我们是活祭的时候 你想想看 那只鸡放在那边 他什么时候要走 就可以走 但是他不走 为什么 他很顺服的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 神的伙计 阿们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我为我的羊舍命 因为我认识他们 因为我自己舍命 我就能够有这个能力 虽然我死了 我都能够从死亡里面 护活起来 虽然我好像被打败了 但是我都重新拿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自愿舍命 感谢神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经文 耶稣为什么是好牧人呢 因为他自己舍命为好牧人 不是故宫 不是有人出薪水给他做牧人 不是 是他情愿 心甘情愿 因为处于爱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神 从这个经文里面 你看到 神爱我们是多么的深 我们很难明白 但是告诉你弟兄姐妹 神爱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深 感谢主 希望我们从这一处的经文 不单单只明白上帝的爱 我们更要效法他 我们更要像耶稣一样 成为 所谓的 也要成为一个好牧人 Amen 因为耶稣是好牧人 我们都要像他一样 成为好牧人 真正的好牧人 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的领袖 能够带领 能够做很多 上帝要我们做 充满上帝的能力 能力不来自因为我们认识很多东西 不在意 在意我们有没有一颗 降福的生命 感谢神 今天早上 如果是你听到这个信息 可能神在告诉你 你的生命 神在 在你的脑海里面 重复地告诉你 你的生命是如何的 你知道吗 耶稣说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你看今天就很特殊的就是 无论你和我的生命 是如何 你自己认为你是很一个 腐败的一个人 或者有罪的一个人 但是圣经说什么呢 圣经说当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为你死了 如果今天早上你听了这个信息 你心里面在想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怎么样的人 我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又很失败 很多事情都不对的 我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告诉你 你错了 因为耶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已经为我们死了 在此 神就显现了他的爱 所以在哪里呢 今天早上我们来 听之场道的时候呢 来聚会的时候呢 我们心中是带着一个 怎么样的心来呢 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 带着一个来领受 接受神的心 因为神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理 他说的他是好牧人 你心里面开始要回应说 谢谢你耶稣 你是我的好牧人 哈利路亚 他说我是你的灵粮 是的 耶稣你是我的灵粮 唯一当我们领受 我们才能够有所谓的信心的开端 哈利路亚 所以我鼓励大家 今天早上 如果你听了这场道 你心里面在想 常常我们以为认识耶稣 我们要读完整本圣经 明白很多道理 不是的 你只要听到道的时候 你要接受 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话 很多呢 你都不能够明白的 为什么呢 圣经说耶稣把水变成酒 怎么样解释 化学里面是解释不了的 你只可以接受这个真理 说谢谢耶稣 那是奥秘 今天耶稣说什么呢 我是好牧人 我们要接受他为我们好牧人 Amen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说你是好牧人 我们今天在座 甚至在线上 一起听到 读到 主你的话语 知道耶稣 你是好牧人 主啊我们愿意 将我们的思想 转向你 把我们的注目 转向你 耶稣我们可能有 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神啊 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愿意接受 你的真理 来领受你的真理 是的 主啊 我们向你说 谢谢你 耶稣 你是我的好牧人 来我们大家都向他说 耶稣谢谢你 你是我的好牧人 谢谢你 谢谢你 奉耶稣的命 我们这样的相信 我们就这样的祷告 Amen Amen 感谢神 希望今天早上 这个信息 激励了你的心 带出你愿意领受 接受耶稣的宣言 祂是好牧人 哈利路亚 神祝福大家